他以偽造的產銷履歷 然後對於販賣商品 排高他的價格 讓消費者信任政府的標章 那以至於花了大錢 買了比一般市售產品 然後更高的價格 這樣子的詐欺手法 然後發現還不只愛上新的這一家 那財女的幾個標準 對消費者來講 你必須先看到他所謂農委會認證的 TAAP這樣子的標章 再來要有一個QR Code 你能夠利用掃瞄的方式 去對於產銷農班的這些農產品 進行他的施作 包括施肥 以及減脂等等授焚的結果 的過程當中 你能夠了解很清楚 就是說這樣子的生產履歷 然後更重要的是 他還有一個追溯號碼 這個號碼就是這個水果的身份證 芭蕉 有機 有機 包括有殘履芭蕉 那詢問過農委會 中華民國沒有芭蕉農在種 有殘履芭蕉 那這芭蕉哪裡來 極其農場他所販賣的芒果 他在他自己的網頁裡面 他的價格 11顆到14顆 他的價格是690塊 可是進了PC用裡面 冠上殘履 冠上有機 他可以賣到1899 超過不只一倍 那這錢誰賺走了 是電商賺走了 還是偽造的公關公司賺走了 還是農戶賺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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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h